這裡是中廣流行網的娛樂一世代 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有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那第一次來聽說她也是第一次唱現場 會緊張嗎?嗨 哈囉大家好我是PG陳沛瑩 妳會緊張嗎? 我超級緊張 好奇怪喔妳明明在選秀的時候就什麼大場面都看過啦 沒有就是第一次要訪問就是上電台 我不太會說話所以我會覺得我很緊張 但她很會跳舞這樣子 沒錯 跳舞真的不用擔心 隨便放一段音樂她就可以跳得很好很厲害 但是呢這是她第一次上現場的廣播 PG陳沛瑩來到今晚的節目 歡迎 還好嗎? 有劍恒哥在我現在應該可以很安心 我其實今天是第一次跟你見面嘛 對對對 但我在今天下午才知道 你的經紀人是我老朋友 她說晚上見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不會啊晚上 難不成她現在加入放浪兄弟 後來才知道 你之前常常跟我講那個就是PG陳沛瑩 沒錯就是我 她以前一直用她的手機放你那個跳舞的舞蹈給我看 你上節目的影片啦 那真的很推廣我欸 她真的很Push 而且她對你超有信心的 可是你知道嗎 我在她口中聽到我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對所以我們來講比較正確 就是她常常就是在別人面前讚美你 而且我真的覺得她對你很有信心 那我恭喜你欸 因為你的發片比我預期來的更快 喔真的嗎 其實我自己也嚇到欸 突然有一天就收到好 我們現在來認真做專輯 欸不錯喔 所以我也哇壓力很大的 歡迎你繼續回答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21分 那既然是第一次來要讓大家對你的印象更深一點 對更深刻一點 陳沛瑩啊 其實呢如果我們要找她的話 要在她的名字前面呢再加PG 為什麼要加這個PG呢 因為我其實大家都叫我Peggy Peggy你是Peggy 是但是因為我媽媽很特別的把這個Peggy的拼 拼成P-A-G-G-I-E 喔她不是一般的P-E-G-G-Y 對所以但是就是基本上每個人都會拼錯 媽媽是拼錯吧 我覺得她就是想要跟人家不一樣 好所以你出道然後發行這張個人首張專輯 就決定要在你的名字前面一定要加上這個PG這樣子 是但我覺得主要是我的中文字也很難 所以其實很多人也都會把中文字也打錯 對沒錯 如果是純粹從那個PG是比較容易記得你啊 對我也覺得 對啊你們不記得吳劍痕記得大好人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那陳沛瑩那個配是女字旁的配 對然後再來那個影字 就比較難講對不對 就有一個姓是E嘛 喔那個是伊拉克的E 對伊拉克的E啊有沒有 然後去掉人字旁這樣子 對陳沛瑩但以後就叫你PG就好了 沒錯PG 推出個人的首張同名專輯 那為什麼我之前會就知道你呢 因為我知道的你是一個很很很會跳舞你知道嗎 然後你也參加了不少比賽這樣 對 就是我跳舞因為我國小是體操隊的 然後其實體操隊也有項目是地板動作 所以其實跟舞蹈也很有相關 然後真正開始投入跳舞的時候其實是高中的時候 我也是在高中的時候才認識阿弘老師 所以你高中就認識了阿弘老師 沒錯 你知道你的經紀人如果會跳舞的 那你根本就更累啊 欸我真的超累 對啊 如果你的經紀人是唱歌的不會跳舞 他看你跳舞怎麼看都覺得嗯不錯不錯 所以真的我們連拍MV就是那個舞蹈部分 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在被阿弘就是叼 對他就是用叼的 因為他平常就是教很多藝人跳舞 沒錯 那麼多的藝人他都要一個一個交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人 喔那就不是只有交了 他真的很嚴格 那個真的很嚴格 因為自己簽啦 一定要比別人更好啊 所以不過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到 這個你的經紀人阿弘老師真的 他那個時候跟我講大概差不多兩年前吧 然後他就一直拿你的影片給我看 就一直推銷一直推銷 結果兩年後你就發片了 沒錯 所以其實這一切應該算我覺得來的蠻快的 其實對我來說我也覺得來的很快也很突然 但就是我覺得像阿弘老師就是這麼的積極跟投入的 在投入我的這個工作上的計畫 但是我相對的 因為看到他這樣子我也會更想要去積極的去進步跟努力 所以其實我之前是確實我都在跳舞 但創作這個東西其實我也是在這一兩年才開始去 對啊 因為畢竟跳舞對你來講是強項 是 但現在加上唱歌你就要做一個最棒的唱跳歌手 對 但真的完全不一樣的事情呢 加油啦 好的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嗨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30分 那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這位歌手呢 其實他非常特別的地方是他真的很積極認真在跳舞 而跳舞這件事情成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跳著跳著他現在也當唱跳歌手了 沒錯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是PG陳佩穎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G陳佩穎 其實我覺得你會到比方說到大陸參加最強女團的選秀 然後你可能在台灣的時候也有參加過一些選秀的節目 你應該還是會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出道藝人吧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只是一直跳舞的話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跳舞的方式出道吧 很難 我覺得有啦 在別的國家有 在日本也有 在台灣就比較沒有這樣 確實 對 所以你必須一定要唱歌 我覺得 是啊 所以我也很努力的去 就像我跟阿宏老師認識之後 我們除了跳舞 所以他就開始投入帶我去上各種歌唱課 對 然後讓我更 因為之前都在跳舞嘛 所以其實對自己的聲音真的沒有那麼的了解 對 而且因為你的焦點都在跳舞這件事情 肢體 你把舞跳到已經是最好了 但是你從來沒有想過 如何去把自己的聲音跟你的舞蹈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想你這兩年其實受到最多的訓練應該都是唱歌 其實是沒錯 但其實那時候唱歌到後面會覺得 我是不是太久沒跳舞有點擔心 會這樣嗎 因為舞太久沒跳他就會生疏了 但那不是跳一下就又暖身就回來了嗎 是沒錯 但是就是會發現唱歌跟跳舞的那個平衡 真的自己也要去衡量 對 其實我覺得當歌手唱跳真的太累了 真的很累 對 但能跳就是一件好事啊 因為能跳這不是每個人都能跳啊 是 所以我也很感謝爸爸媽媽有把我伸出這個跳舞的精 真的 然後你的那個條件又夠好 謝謝建仁哥 你在跳舞的時候其實在台上就看起來很好看這樣 對啊 在那個 這過程中其實你也有很多新的人生經驗 然後當你年紀很小的時候為了比賽 你就可能到大陸啊 去那個地方生活對不對 然後後來你也有機會到韓國 對 我覺得那是那些經歷對我來說其實更是成立我現在可以去做這張專輯跟把我再重新搬出來的一個樣子 因為確實那些經歷其實我當下因為會覺得自己在往夢想超 離的超級靠近 但突然又一氣之間 欸我什麼都沒有了 你有常常覺得你的人生都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那個19歲的經歷是我最 最沮喪的 對 而且 19歲的經歷就是你在大陸的那個最強女團的選秀 沒錯 對其實那個就好像就差一步就出道了 對所以我就覺得我離夢想好近啊 對啊也不是你不好啊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會覺得19歲那時候我覺得年紀太小沒有辦法消化這個挫折跟失敗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其實我當下是有點自暴自棄 覺得自己真的不夠好 就很灰心這樣 對所以其實我是完全回來之後就完全沒有在跟唱歌跳舞有關係 真的啊 我就直接斷絕了 你就就就就有一段時間不想要面對這一切這樣 對 但當你又開始跳舞 比方說在韓國聽說炫啞都還稱讚你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那個節目我後面有機會可以到韓國去受訓 然後剛好我們可以去Cube公司去參觀 然後剛好炫啞的時候也來這邊看我們大家表演 然後他有特別指說他很喜歡配音 就是他在舞台表演的時候可以讓他抓住眼球 所以我會覺得我可以得到炫啞的稱讚 我其實自己很值得 對對對得到炫啞的稱讚代表他是真的是有實力 但是啊你有想想看 19歲出道 如果那個時候你真的出道了 搞不好也太弱了 心理素質太弱 我覺得確實是 對啊就不是舞蹈弱 就是你可能預備不夠這樣 我覺得確實也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沒錯 這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怪就怪那個在19歲的時候 有一顆玻璃心 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41分 好今晚呢PG陳佩穎帶著他個人的首張專輯來了 其實這張專輯裡面我們也聽到了你跟很多不一樣的歌手合作 是的 這些合作蠻強的啊 像我本人現在對那個Howzy就很喜歡 真的嗎 他最近也發了一個EP 那怎麼會有這個機會跟Howzy來合作呢 我覺得就是緣分 而且剛好是我們的團隊裡面有認識跟Howzy公司團隊的人 然後他就搭了這條線 然後就Howzy也非常爽快的就答應說 欸可以啊 然後我們就第一次碰面就已經在討論我們要做什麼曲風啊 然後其實我們做的速度也超級快 就是回去我就快點找 然後就開始創作給他一首demo 然後讓他去聽欸怎麼樣 但是蠻有挑戰性的 是因為Howzy選擇的曲風是 欸我還從來沒有寫過 所以對我來說挑戰性還蠻大的 對他比較偏那個RMB一點啊 但是他又比較現在很流行的那種 英國Jersey Club的那種 但是那時候我這時候還沒有去嘗試過 所以對我來說挑戰還蠻大的 台灣像你這樣子的曲風的歌手 我覺得還蠻少的 真的嗎 對但男生就蠻多 就是你知道那個台灣現在有很多男創作人 他們的感情都很好啊 然後一天到晚就是寫來寫去那些歌 然後要不然就飛來飛去 要不然就是一起玩對不對 好像女生就少一點 而且這種比較唱跳的 在女生就比較少見 但我確實真的想要以唱跳為主 因為我想要不想要把跳舞也丟失了 對當然當然當然 這對你來講 大家練得要死對不對 我們來聽一下你們合作這首歌 好的 除了跟Howzy之外呢 還有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廖伯雅 所以你也跟廖伯雅有合作這樣 是的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我第一次跟別人一起共同創作 對我來說其實壓力超大 而且我超緊張 因為也知道Kevin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音樂人 然後他就是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 就是會一直很擔心怎麼辦怎麼辦 但其實你就不用擔心 你只要想說我都比你們會跳舞 你就有自信了 真的真的真的不用擔心這樣 說跳舞你還真的是都比他們強很多 但是很謝謝Kevin 就是他在這首歌一直把機會 然後主控權交在我身上 然後說這是你的專輯 你應該多去嘗試 所以很謝謝他參與了這首歌 最佳人選 好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50分 其實那個PG陳佩穎 他的經紀人我很熟 他也是一個非常會跳舞的 大概就經紀人界最會跳舞的吧 對呀我也只能這樣講吧 對呀他也有受邀到那個 放浪兄弟EXPG那個學校教課 對 EXPG PG陳佩穎 好有連結喔 蠻厲害的嘛 等一下搞不好 你可以看到你朋友阿宏老師 有嗎 有是嗎 你覺得阿宏老師就是成為你的經紀人 我現在在看你今天發片 我在回想起他之前怎麼樣給我介紹你 我覺得他很積極 然後他對你很有信心 也許他對你很嚴格 但是他在外人面前 其實他對他所簽下來的這位女藝人 其實一直都覺得很有把握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看過一些你的影片 我覺得這條路沒那麼容易走 對然後我也是鼓勵阿宏老師 鼓勵你經紀人覺得不錯啊 那就好好做 看需要能夠怎麼幫忙大家一起來 但是在我的心裡面 我真的看到每一個新人都很難 所以我就覺得你要你要跳這個坑嗎 這樣子 我也一直這麼覺得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 當我今天知道我要訪問的人 竟然就是當時他push給我看的 陳沛穎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 哇那我真的太小看 就是他想要完成事情的能力了這樣子 對啊 抱歉 對啊 沒想到這麼快這一天就來了 我都還沒幫到忙 人就坐在我對面了這樣子 你覺得這段時間特別這兩年 應該你的人生很壓縮 真的是超壓縮 而且我覺得是 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起點就在於 我回來台灣之後然後做工作很久 然後突然有一個契機是 我想說再去跳跳舞 結果突然跳一個 我怎麼變成一個智障 怎麼可能啦 真的 你是沒看過智障嗎 我現在跳給你看 阿豪老師我認識多久了 你看 十年嗎 我跟你講我認識多久 他就有多久沒看過我跳 OK 我從來不敢 嚇死了 對啊 但是就是因為曾經跳舞是我最有自信的一件事 這我想是 所以當我當下 我發現我完全沒辦法的時候 我其實是非常失落的 所以我會決定好 我要開始每天來自己練習 然後我只是踏出了這個舞蹈 繼續跳舞的這一步 但是到現在我竟然會創作了 既然還發了專輯 今天竟然還能跟健衡哥在這邊聊天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跟收穫是真的 滿夢幻的 而且會完全意想不到 我不知道會收穫到這些 但最重要的就是說從你的身上我們看到 就是說人在失憶的時候 你可能會躲到自己的安全感裡面 你可能會想說我不要再唱歌了 我不要再跳舞了 我不要再做這些事了 但事實上那其實是支撐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只有那些挫敗你才有辦法更好 所以真的你那個時候如果19歲就發片 當然現在我們說 有一個一片歌手以前叫什麼 我不知道的 那個名字還講不出來呢對不對 但現在才發片 你看你就經歷發現自己人生有很多東西被累積起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些經歷對我來說 就像我有一首歌就是Be The One 我覺得就是在寫我這些年的經歷 然後把它都化成動力 所以我現在才能勇敢的踏出來 然後繼續在這邊分享勇氣給大家 對啊我覺得很好 因為至少你站到目前 你可以有更多燃燒自己夢想的機會 對對不對 那透過你的表演 可能很多人也會感受到一種羨慕 因為有時候我們為什麼喜歡看唱跳 就是覺得很好看啊 很好看啊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唱跳啊 所以你就好好讓你的這個唱跳這件事情 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是好 對啊 那等一下你可以見到Aquila 對啊 很幸運 你可以跟他稍微的那個尬舞 你敢嗎 我覺得還是請阿虹老師跟Aquila尬舞好了 剛剛提到這首歌Be The One 對 那其實這就是目前為止所有努力的總結 沒錯 接下來呢就即將要年底了 年底呢就會有很多的活動 好像我看到你的活動接下來從現在開始到年底也不少 希望可以慢慢 越來越多 對 你會很期待嗎 我超級期待啊 你都還沒有真的跟粉絲面對面 是 但之前也確實有一兩場可以有機會在舞台上表演 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超熱血跟我很期待跟嚮往可以發生的事情 透過這樣的事情也希望在你的人生裡面留下美好的回憶 希望呢這條路現在才是開始對不對 雖然有好多階段 但我們又來到了全新的開始 沒錯 對啊 加油啦 對 如果大家呢想要更認識他 你們可以透過以下幾種方法 你的Instagram 對 大家呢可以到我的IG 然後Facebook粉絲專頁 然後還有Youtube 只要搜尋PG陳沛穎 就可以找到我囉 對 在那個小時候開始練體操啊跳舞 並沒有想到有一天 你真的走上這個行業成為一個真正的歌手 成為一個真正的藝人 如果有一天你面對一位已經在這個行業相當有表現的一個偶像 你覺得你看到誰你會緊張 蔡依林 蔡依林 蔡依林你經紀人就認識了 蛤 這有難嗎 沒有 但真的蔡依林 我國小是唱開始跳舞的第一首歌 就是他的72遍 對啊 你見到他不要講這句 好 今晚魚類世代 謝謝PG陳沛穎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喜歡 結束 I like radio